户户有花园 第十一届上海海外置业移民展 日前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开幕 展会汇集了来自澳洲 美国 加拿大 欧洲和东南亚等 50个国家和地区 200多家企业 1000余个优质项目 记者注意到 在本届展会上 美国房产的阵容尤为强大 共计有30多家参展 汇集了全美300多个千里项目 然后美国这个市场可能占到市场一半的往上的比例 因为现在美国经济复苏 美元也非常强势 那么很多人都希望把这些资产有一些增值保值 所以他们就会把钱投到美国 最受欢迎的肯定中国人第一想到就是加州 然后纽约 如果从投资类别讲 中国人还比较喜欢的就是佛罗里达州 除了风投正进的美国房产 以稳健回报为特色的澳洲房产 也吸引得大量购房者驻足 参展商表示 澳洲房价平均每年保持着10%的涨幅 而租金回报也同样稳定 对没有过多时间打理海外房产的投资者来说是较佳的选择 我们讲要在澳洲投资以房产为主 它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发展了100多年了 最近的格式条款也已经维持了50几年了 所以说整个市场是相对很稳定的 所以说在澳洲的历史上 基本上维持在7到8年翻一翻的速度 目前来看的话 悉尼长得很好 布里斯巴尔潜力也巨大 但我们更推荐的话就是墨尔本 此外在展会上 欧洲国家如英国 塞浦路斯 西班牙 葡萄牙等国的优质项目也颇受青睐 而包括世贸通 盖威等资深机构 也为有移民需求的购房者带来了多个项目 除了来自各国的优质项目 本届展会上也出现了一些海外房产托管理平台 帮助客户打造海外房产管理计划 创营房管家同时还推出了手机APP 提供房屋精准信息与最新动态 简化海外物业的租赁级管理 字幕志愿者 掌柳